苦临这16点再加上郭台铭的16字真言 真的是让执政党该醒了 该检讨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品观点 北别说故事 这个礼拜发生了太多事了 但是都跟16 这个关键的数字 有很大的关联 在九合一大选以后 大家也知道民进党大败 真的大败 不但输而且还连续输 你看马上嘉义又输了 嘉义市又输了 紧接着1月8号 台北市的立委补选 哇关键啊 如果没有赢啊 那真的是很惨 那这一次九合一大选 民进党的检讨报告里面洋洋洒洒 大家看了以后也不知所云 那其实一点都不要压抑 跟当时2020年 国民党大败的时候一模一样 那个检讨会我也参加了 那个改革委员会我也参加了 一大碟资料在党代表大会 公布于世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 大家注意那个检讨报告的内容 还比不上注意当天便当菜的内容 来的关怀 为什么乏善可乘嘛 一模一样 所以我说蓝绿的检讨都不够深入 那但是呢 当时国民党2020大败的时候 绝大多数人是选择离开放弃 甚至是愤怒 民进党这一次他的愤怒跟国民党不太一样 他的愤怒是连深绿的支持者都出来说话 他的愤怒是连市井小民都出来讲重话 但是都跟十六这个字有关系 那讲到十六就要先讲到苦林先生 其实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深绿的支持者 他对于台湾的主权 对于台湾未来的前途 他是非常重视的 所以他常常被深蓝攻击 但这一次他所分析的民进党败选的十六点 我觉得真真见血全权到肉 写得非常的贴切 我把里面几点我认为很有感想的 说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做个分析跟分享 第一点苦林讲什么 他说这一次九合一大选 你想要选的人偏偏不给你选 然后你自己指定的人 就认为他一定可以选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民主 应该是让所有想选的人 有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 你行 你要透过民意告诉你你行 以前的初选 以前的公平竞争 以前的竞争平台 对全部被没收 然后第二点 他说民进党里面 出了一个很大的关键问题 因为大家认为民进党是朝根性很重的政党 当然民进党也以精英自居 民进党里面都是博士 都是硕士 都是学有所成 法律人 都是政治研究者 这是长期以来台湾民主社会对于民进党的一个印象 可是到了2022年 开始选举以后 台北市议员王宏威立刻追 追什么 追林志坚的论文 追林志坚的学位问题 当时开始追的时候 包含我在内 包含很多桃源乡亲在内 我们是不相信的 第一时间林志坚也出来 有说清楚吗 没有说清楚 但是展现了决心 就是说我占到底 后来连蔡英文都跳船艇 之后连台湾大学开始说 你的论文有问题 开了记者会对你做非常深入的 每个问题的剖析的时候 他还是否认 说没有我是真的 我相信我的清白 我要循行政方式来救济 可是呢 没几天后林志坚退选了 他说我不是因为学位退选 我是因为啊 我家人承受的政治压力太大 所以我不忍心我退选 退选之后呢 他的中华大学的学历 居然也被注销了 然后随后呢 绿营的支持者开始检举谁 检举林根仁啊 许淑华 说这两个学位也有问题啊 那最后林根仁 中华大学证明 林根仁的学位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抄袭问题 许淑华的论文也没有问题 也没有问题 他就有瑕疵 但是不至于抄袭 可以改正 那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民进党的灾难还没有停止 还继续来 因为紧接着蔡世英的论文 也被抓出来检验 最后也有问题 等到选举结束 已经大败了以后 连郑文灿的论文都出现问题 学历一个一个被注销 学位没有了 那大家想想看 这民进党后面的补强措施是什么 没有道歉 没有道歉 没有任何愧疚之意 都说那是个人的问题 这些人都是民进党的政治明星 都是民进党层机 拳机一时 所捧红的政治明星 但是他的学位光环 一个一个消失 这是不是危机 苦林认为这是很大的危机 这是第二点 那么再来就是第三点 索困的问题 这两年来疫情很严重 大家的游览车卖 店面租不出去 然后生意没有 摊贩收 所以说政府给了纾困 大家记得吗 当时炒的要现金 要现金 要现金 所以人常说 不可以要现金 我就是要花纾困券 我就是要让振兴券 让振兴经济 你感受到了吗 这有很大的感受吗 中小企业 这些摊贩 游览车公司 你有感受到 政府纾困的诚意吗 我直接告诉大家 选票告诉我们 没有 我们直接跳到 这个第六点 兵役问题 兵役是不是真的要延长 如果是 召开非常完善的研讨会 把所有的人民找来 不管你是 马上要当兵的 还是刚刚当完兵的 都找来 你不能光做一个 民意调查说 我告诉你 有70%的人民 都同意 恢复一年的兵役 只有30%不到 是反对的 这不公平 这种民调是不公平的 为什么我说不公平 你知道吗 因为这叫做 看热闹的心态 哎呦好险 我已经当完四个月的兵了 他们倒霉 所以反对的是谁 反对的是那一些 即将面临一年兵役的人 他们觉得 你要让我当兵一年 可以讲清楚 要训练的科目是什么 讲清楚 要如何让我学到 保家卫国的技能 而不是进去扫地 刷油漆 扫落叶 只有30%的人 因为他即将当兵 而那70%的人 已经当完兵了 已经当完四个月的兵了 他自己想 太好 看热闹心态 如果你要调查 你要这样说 我告诉你 这个一年的兵役 极有可能在恢复了以后 你这十年之内 没有当满一年兵的人 全部回去补足 你看看大家会不会赞成 我告诉大家 那个赞成度马上下降了 我告诉你 所以 不要玩这种二分法 来 解决兵役的问题 然后国防部又是个缩头乌龟 到底要延长还是不延长 说不明白 讲不清楚 畏畏缩缩 我只问国防部一个问题 你要延长兵役 国防部你做得到吗 当年裁军 从40万大军 裁到20万大军 我全程参与 花了多少 12年的时间 才逐渐裁测 那中间还包含了兵役 从两年变一年八个月 变一年最后才变成四个月 整个历程12年 我们才把兵役的问题 结合上精简原额的问题 12年完成 可是你要把这个状况恢复 大家想想看 恢复一年的兵役 恢复一年的兵役 我们人增加多少 在军中的士兵 至少增加5到8万 5到8万人 大家说 这不是光是5到8万人 你5到8万人 里面要不要有 有同额的士官 要来教导士兵 要有相当比例的军官 要来率领士兵 要不要相当比例的 中校阶以上的 中阶以上的军官 要来当营长 这把这些领导人力 训练人力全部加进去 国军要增加将近10万人 也就是说我们要从21万人 恢复到31万人的人力 那我请问你 训练人力哪里来 训练干部哪里来 你说士兵可以 我恢复一年兵役 反正征召就来了 一个命令 一年后就来报到 训练一个中校12年 你告诉我 你从哪里来 训练一个连长5年 我请问你 5年的时间哪里来 那更不要说班长 需要更多的幕僚人员 从哪里来 训练的场地够不够 你征召进来这么多士兵 在哪里射击 在哪里做战斗教练 在哪里演习 规划了没有 如果没有训练干部 没有训练场地 没有训练能量 你把士兵找进来 只是吃馒头而已啊 吃馒头就能够强化 我们国军的战力 防卫台湾吗 所以国防部你要讲清楚 不是要不要恢复 不是需不需要恢复 而是国防部 你准备好了没有 你能不能恢复一年的兵役 这是国防的问题 兵役的问题讲不清楚 这是苦你先讲到第六点 到底要不要严 要严就严啊 讲清楚说明白啊 而不是在里面拖 我们直接跳到第十三点 这第十三点是我心中 真的真的很有感受的 就是当官的 不要跟人民吵 当官的 不要跟人民算钱 当官的 不要跟人民计较 这是围观三个最重要的事情 可是呢 我们的隔魁怎么做 我们的隔魁 在立法院直接呛 立法委员 听了很爽 一次不得了 两次拍拍手 三次大家就觉得 到底你又不在尊重民意啊 这些立法委员都是人民一票票投出来的 即使政党不同 理念不同 你要尊重民意 你在国会殿堂跟 立法委员互呛 就是不尊重民意啊 民意感受到了 这感受到民意还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的这个感受 你的这个作为 你渲染了 你的所有的 阁员 你的阁员上行下效啊 院长可以这样 呛立法委员 我就可以这样 如此的呛老百姓 这样才有魄力 这样才有感受 最明显的是谁 薛瑞源 在台北市长选举期间 他丢出来 钱客说 他说哎呀 这个买疫苗 怎么能说没有钱客 我就知道 哇 你不讲就算了 你都不晓得 这是陈时中 最怕说的一件事情 钱客你只要丢出来说 哦原来卫福部长薛瑞源 证明真的有钱客存在 那么你的对手 国民党马上就问啊 你说啊 谁是钱客 你讲 你不敢讲 就是有问题 你说 你你不能说 你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变成一个重大的 一个选举破口 输了以后 陈浅嘛 也没有听到任何 呃 格魁去指责他 或去约束他 没有 为什么我说没有约束 有证明 因为这两天 郭台铭先生 跳出来讲什么 讲了 BNT疫苗 次世代是不该出来 我的母亲90岁了 都没有打到疫苗 政府是不是该 呃 这个买一点次世代疫苗 你知道薛瑞源怎么讲吗 薛瑞源说 啊 有需要吗 呃 有需要我们再检讨看看 呃 这样听起来好像 郭台铭先生是推销员 是BNT的推销员 今天换成你是郭台铭 会不会生气 我会 所以郭台铭铭隔天就重磅回应 就说什么 说庙堂之上 朽木为官 电壁之间 禽兽石鹿 这16个字 痛啊 痛啊 代表人民的痛 痛啊 代表打到政府最关键的那个点 政府痛 人民痛 我告诉你 绝大多数的人还不是痛而已 痛快 讲得太好了 那可是呢 薛瑞源有道歉吗 苏贞堂有出来劫持你的阁源 不要再乱讲话吗 到目前来讲 没有 这不只是讲阁魁 这连总统都讲进去了 好 那既然 郭台铭的16字诀出来 16真言出来了 总统该要回应吗 没有回应 所以啊 我告诉大家 苦林又讲了 第16点 第16点 就是总统几乎引擎不说话 这个态度 让很多支持民进党的始终支持者 想帮你解释 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 所以苦林这16点 再加上郭台铭的16字真言 真的是让执政党 该醒了 该检讨 如果再不检讨 我告诉大家 未来会怎么样 台湾的明星已经在调整了 有56%的民众 他们的心理 想法已经改变了 在2022 5月份以前 没有人认为 2024会政党轮替 但是在2022 11月26号以后 到今天为止 已经有56%的民众认为 2024总统大选 可能会换党做做看 所以几个问题人物 如果未来民进党 都没有做一些检讨跟调整 那么我觉得检讨报告是空的 真的诚挚的 也希望 也希望这个执政党 你还有一年多的执政期 绝对不是空窗期 无论你2024 能不能够继续执政 我觉得 不要辜负人民的选票 这两年 能够改的 赶快改 能够恢复经济交流的 赶快恢复经济交流 你抗中 你要反共 你要确保台湾安全 具体的措施拿出来 所以经济 国防 外交 还有所有人民的期盼 请拿出具体的作为来 这才是真正改变你的方式 而不是几张检讨报告 而不是几个人出来说说讲讲就算了 所以总统 你是整个中华民国人民 所寄托的领航者 还有一年多的时间 你要拿出作为 否则的话 不要说2024了 你到现在为止 你还不知道你们的失败在哪里 那么国民党是不会客气的 国民党只要见到了机会 他一定会猛攻 这就是反对党 所以政党政治如此 九合一大选结束之后 民进党 执政党能不能站起来 国民党能不能够政党轮替 大家继续看下去 今天的北北说故事就到这边为止了 大家记得订阅打开小铃铛 每个礼拜都会有精准的分析 拜拜